综艺直播上,切小号的我被镜头拍了正正 于是当晚,我小号上,更新了十年的暗恋日记被爆了出来 循着蛛丝马迹,网友们最终锁定了我暗恋的对象 是那位高中和我同校的金圈太子爷,沈旭 可面对记者的采访,沈旭却面对镜头嘲讽一笑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喜欢我,至少慕临薇,配不上 因为他这句话,我被降翻位,被针对,被抢角色,几乎举步为奸 直到我侥幸接下的那部冷门电影,在国际上获奖的那一天 在万众瞩目的领奖台上,却被不怀好意的主持人故意提问 听闻今天你暗恋了13年的人,就坐在台下,拿下最佳女主这奖项 有什么话想,和他说吗? 我点了点头,从主持人手中接过话筒 可我的眼神却透过沈旭,落在了他身后 那个已经因为吃醋而面目全非的导演盛肖身上 盛肖,我喜欢你,不是秘密 一,不是,还惊圈太子爷呢 沈旭他是不是太过分了 看着手机上的那段近乎于侮辱的采访 经纪人徐姐几乎是气得从凳子上跳了起来 你说这个沈旭是不是有毛病 你这个政主还没有下场澄清 他就上赶着自认身份,要不是知道他家有钱 我真怀疑他生生某个不要脸的胡咖来蹭热度 现在好了,谁不知道他沈家在京城的分量 他这句话下去,你这些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徐姐气得几乎是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沈旭的这条采访视频下,满是网友们对我的嘲讽声 沐凌威这次傻眼了吧 我就说这个心机表是故意的 怎么会有人蠢到在直播镜头前期小号 不就是明摆着想要自爆,然后凑一波热度吗 沐凌威是什么东西 在娱乐圈混了这么多年 才靠着最近一部剧的女儿爆火 连二线都混不上 是怎么敢吃的雄心豹子敢硬贴金圈太子爷的 想红想疯了吧 听说他高中的时候就对沈旭死缠烂打 这个暗恋日记,想必是他一想出来的吧 看着这些评论 即便是在强的心里承受能力 此刻我的心里依旧有些烦躁 事情的起因得追溯到半个月前的一场直播综艺上 我作为新剧的主演之一 和其余的几名主演们一起 去参加一档直播类的疗愈综艺 吃完饭后 大家都已经进入到一个放松的状态 坐在一起喝茶聊天 我因为过于放松 忘记了现在身处在直播综艺当中 也忽略当时我坐的那个地方的头顶 正好有一个摄像头 此刻正对着我的手机 正巧大家的话题 当时聊到了明星小号这件事情 我当即便想到了 自己那个很久没有登陆的微博小号 于是就是那么一个小念头 引发了之后这一系列的事情 只不过是一闪而过的一幕 屏幕前的网友 便将我那个隐藏了将近十年的微博小号扒了出来 连带着扒出来的 还有这个小号上 我隐藏了十多年的一个秘密 一个 我暗恋某人13年的暗恋日记 暗恋日记已经爆出 几乎瞬间便被顶上了热搜 一开始 网友们的评论并没有这么激进 毕竟 暗恋这个无论放在什么年龄阶段 都带着青春美好的词语 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方案 甚至于许多网友都在我身上 打上了一个纯情的标签 一改从前公司给我设定的 高冷美艳大美人的形象 只是 这样好的风向并没有维持太久 一些好事网友 对于女明星的隐私 可谓是有着十足的好奇 随着一些人逐渐的深挖 这件事的走向逐渐脱离了掌控 许多网友根据我每篇暗恋日记结尾处的 SX这两个字母 猜测这便是我那个暗恋对象的缩写名称 于是深挖之下 最终挖出了我曾在高中时期 和金圈太子爷沈旭 在同一所高中的同一个班级 而沈旭名字的开头字母缩写 正是SX 所谓的真相一出 等着吃瓜的网友们几乎是一片哗然 毕竟众所周知 沈家在金圈的势力几乎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 而沈旭作为沈家未来的接班人 更是不少名媛贵妇们趋之若鹜的存在 这些年 多少胆子大的女星为了和她攀上关系 用了数不尽的手段 可那些没有一个 如今还留在娱乐圈内的 这下 原本对我有利的风向 几乎是在沾染上沈旭的那一瞬间 便瞬间反转 不少阴谋论甚至开始造谣 这一切不过是我自导自演 想要碰死沈旭的一场戏 眼看着评论瞬间反转 工作室的众人着了急 只是还没等我们下场 发律师函做澄清 沈旭却在一次采访时 面对主持人的提问 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喜欢我 至少慕凌威 配不上 我还未澄清 舆论中的另一位主角便下场回应 这句话 几乎是将我暗恋 沈旭十年的这件事实锤 这下 我彻底成为整件事情之中的被动一方 后续无论我如何做澄清 网友们都会认为 我是垂死挣扎 什么主持人 会再才精彩 访商问娱乐问题 这背后 要没有沈旭受益 我倒立致使 看着视频里 沈旭那副不屑一顾的得意模样 我冷笑一声 这简直跟他高中时的那副恶心嘴脸一模一样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 沈旭是在故意搞你 记得来回夺步的徐姐反应了过来 急望问道 你和沈旭从前有过节 高中时候的过节能有多大 让他一大哨亲自下场回你 想到高中时曾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我沉默了一瞬 最后还是决定 将曾经的那些事咽到肚子里 毕竟 如果我告诉徐姐 高三那年 沈旭曾经当众同我表过白 他可能会当场晕倒 毕竟那个时候 对众星捧月 高傲得不知天高地厚的 我也没想到 打那不久后的某一天 我们家居然会破产 曾经含着金汤池出生的大小姐 一朝之间成了家破人亡 负债千万的穷光蛋 如果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那我只会后悔 当初 为什么没有多给他两巴掌 二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可热度却是半点都没有降下去 因为沈旭的下场 我这些日子可谓是取不为艰 原本刚刚因为一部仙侠剧女二 收获一波热度 接着几部综艺和代言 也因为沈旭的事情 纷纷同我解约 毕竟 沈旭现在就差把瞧不上 我这几个字摆在脸上 圈子里又有几个人 赶上赶着来出眉头 此刻 我正坐在颁奖典礼的后台休息室里 看着休息室里转播的颁奖晚会已经开始 同剧组的导演 早早便已经带着剧组的演员走上红毯 却迟迟没有人通知我去会唱 这一刻 我的心几乎是沉入了谷底 让你能出个镜摸个脸 但是沈旭那边湿了压 撤了你走红毯的机会 原本定下的最受期待你演员的奖项 也没了 沈旭究竟要做什么 就算你有过节 高中时候发生的过节又没有多大 他至于要对你穷追猛打 把你害成这样吗 徐姐被气的发抖 他的眼圈有些湿 毕竟 我也算是他从业以来的第一个艺人 说是艺人和经纪人的关系 可说到底更像是知己 是朋友 这么多年 我们两个一起在娱乐圈里摸爬滚打 从一个小网区里跟女三女四 不知道挨了多少骂 受了多少委屈 才好不容易算是在娱乐圈里有些名头 奋斗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才拿到这个奖 可现在却是什么都没了 我拎着裙摆 走上前 伸手搂了搂他的肩 这段时间 网络上关于我的恶评 几乎没有一天停下 甚至愈演愈烈 我知道 这背后恐怕还有审讯的推波助澜 他投入了大量水军 只要我有任何动态 便会遭到全方位的诋毁和谩骂 徐姐为了帮我控屏 这两个月几乎都没怎么睡一个好觉 该砸的钱都砸下去 可依旧是杯水车心 之前原本录好的综艺 播出时属于我的镜头 全都被剪得一干二净 甚至 之前拍的几部电视剧 原定的播出时间都因为我一拖再拖 连续两个月没有任何曝光 网上的网友们几乎纷纷猜测 我是不是真的被审讯封杀 原本指望着这次的颁奖典礼 不说拿奖 至少能有个镜头 打消一下网友们的猜测 可偏偏沈旭 这是铁了心要断了我的所有退路 总会有办法的 或许 等沈旭出了气之后 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 我想不出什么话可以用来安慰徐姐 若是换作以前 沐家还没破产的时候 捏死沈旭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 可那些都是以前 若是沐家没有破产 我沐凌薇 堂堂沐家大小姐 又怎么可能会踏足这娱乐圈 当初 沐家出了内鬼 我爸妈毫无征兆 给出了意外 人虽然抢救了回来 可却彻底成了植物人 我当时刚刚考上大学 自己的亲生父母突发意外 正是手足无措的时候 可偏偏就在这时 沐氏集团却又被人举报 我父亲挪用公款 利用掌权之便 隐藏财务漏洞 沐家的资金链被冻结 仅仅一个星期 股市跌停 合作公司纷纷解约 等我反应过来时 沐家已经破产 家中所有财产被全部清算 爸妈名下所有私人财产 全部被抵押 留给我的 只剩下近乎八千多万的外债 以及妈妈后续住院治疗的 一大笔医药费和住院费 介入娱乐圈 是走投无路之下的选择 毕竟八千多万 若是对从前的我而言 只是头疼一下 可对现在的我而言 却是足以逼死我的一个数字 我原本想着 自己过了18年的富贵日子 也算是足够了 不如就找洞楼 两眼一闭往后一仰 但我不能死 我的母亲 还在医院的病床上躺着 我若死了 他一个植物人又应该怎么办 难不成就这样 被我抛弃 孤单的在睡梦之中 这样离去吗 我不能这么自私 刚开始 我还没有进入娱乐圈 身负千万债务的我 早已没有了 和同龄人一起上大学的机会 我拿着身上仅剩的钱 从市中心搬到了 五环外成交的 一栋仪式一厅的老婆小李 刚搬进去的第一个月 掉落的墙皮 四处乱窜的老鼠 厕所墙壁上的霉斑 和那时不时漏水的屋顶 几乎快要将 从小养尊处优的我逼疯 可这都不是最令我崩溃的 从高高在上 处在云端的位置上 跌落进泥里之后 我竟然发现 自己根本融入不进泥里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找工作 不知道应该如何省钱 不知道怎么开火做饭 东西坏了 应该怎么去修 我甚至不知道 如何去做地铁 做公交 怎么用手机查导航 我这才发现 我往前18年 所接受的一切教育 都是在告诉我 应该如何做一个有钱人 而如今我所面临的 是要学会 如何做一个穷人 即便我现在早已经 从18岁刚破产的 那一阵痛苦无助之中走出来 早已经能够 将自己和妈妈 照顾得井井有条 可只要回想起那时的日子 依旧会让人下意识觉得心慌 没有办法上台 继续待在这儿 显然也没有意义 徐姐先去热车 我换下衣服 给导演发了感谢消息 正准备离开 却没想到 休息室里的灯光 就是忽然黑了下来 我皱了皱眉头 正准备打开 手机的手电筒抹黑出去 却在这时听见 休息室的门 似乎被人打开在关上 谁 我心中不免生出几分警惕 举起亮着光的屏幕 想要看清楚门口的动静 说实话 我也觉得 我现在多少有些敏感 毕竟这里再怎么说 也是安保严谨的会场后台 绝不可能会有一些 不三不四的家伙 偷溜进来 眼看着门口没人 我松了一口气 走到门口 正准备扭开门把手出去 却发现门不知道 什么时候被人锁住 我猛然间觉得不对 正准备高声大喊救命 却被身后一双 呼噜起来的大手 捂住了嘴巴 那人不知道何时 撞到到我的身后 一只手用力捂住了我的嘴巴 一只手则是紧紧斜置住了 我的腰身 炙热却又黏腻的气息 喷洒在我的脖梗上 接着便是他凌乱的气息 在我脖梗间 胡乱的喊要亲吻 见我使劲挣扎不开 他索性越发放肆 直接将我压在了一旁 放着杂物的桌子上 一只手依旧捂着我的嘴 一只手则是撕开了我的领口 顺着我的脖梗 喷洒令人做我的黏腻气息 恐惧慌乱之间 我似乎想到了八年前 刚搬进那个老婆 小大镇里一个晚上 也是像这样 有人故意在晚上断了我家的电 敲了门锁 趁着我熟睡 想要强暴我 若非当时的房东一家 正好就住在我对面 听见了我的呼救 第一时间赶来帮我报了警 那天晚上 我可能真的会一把刀 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从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才说服自己克服曾经的恐惧 但现在 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面对磨难 不知所措的小女孩了 我张开嘴 用力咬在了那人捂住我嘴巴的手上 啊 那人尖叫一声 声音令我有些熟悉 可现在我顾不得这些 只是死死地咬住他的手部松口 直到嘴巴里 渗入铁锈般的心田的血腥气 那人似乎再也忍受不住 松开另一只 一直斜置着我的手 下一秒 我的脸上便重重地挨上一个巴掌 老子叫你松口 你他娘没听见吗 我被这呼噜起来的一巴掌 打得几乎头昏眼花 可这不影响这人的声音 清楚地传进了我到耳朵里 审讯 顾不上脸上的疼痛 没有了身上的前置 我迅速从桌子上爬起 缩到了一旁 也是在此刻 休息室的灯烹的一声 重新亮了起来 刺眼的灯光 让我看清楚了 面前男人那张肮脏 却又恶心的脸 领口的扣子已经被扯坏 我只能紧紧捂住自己的胸口 两只手交叠在一起蜷缩着 企图这样能够带给自己一些安全感 我用力平复着 自己因为恐惧而急促凌乱的呼吸 早已冲血通红的眸子 死死盯着面前的沈旭 恨不得将人生吞活泼 太子爷的喜好还挺独特 看来平日里 欲求不满啊 我的声音颤抖 可是嘴上的话 却是半点不饶忍 沈旭皱着眉头 用舌头顶了顶塞 看了眼手上 被我咬得极深的伤口 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身上量身定制的西装有些凌乱 那副看起来人无狗样的俊颜 带着几分烦躁 他甩了甩手 那双不怀好意的眼睛 却是带着凝视的意味 将我从上到下打量了彻底 随后落在了我的脸上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沐大小节的嘴巴 依旧还是不饶人哈 不对 现在不能叫沐大小节了 毕竟 沐家早就已经破产了八年了 沈旭边说 边朝我慢慢逼近 你现在 不过是一个看人脸色吃饭的喜子 我随随便便一句话 就可以 把你压死 怎样慕临薇 走投无路的感觉 很不好受吧 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下意识害怕的后退了半步 可很快却又强迫自己停下脚步 耿住脖子仰起下巴 装出一副毫不惧怕的模样 死死盯着他 沈旭显然看破了我的伪装 他吃笑一声 抬起手用力掐住了我的下巴 不容我反抗的朝我慢慢靠近 这么多年过去 他早已不再是高中时那个单纯让人厌恶 耍满狠的无理笑霸 身上自然透出来的狠力 和不容忍拒绝的压迫 几乎是让人打从心底 便下意识的产生恐惧 我给你一个选择 跟了我 从今往后 乖乖做我的金丝雀 只要你把我伺候的满意 说不定我还能大发慈悲 给你一些娱乐圈里的资源 你应该也不想自己辛辛苦苦打拼来的事业 就这么付诸东流吧 他的手指在我的下巴充抹撒着 说吧 不容我反应 不要朝我稳下来 我已然因为他方才那句不知廉耻的话 脑梦非常 眼眸一样 下一刻便毫不犹豫地抬起手 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做梦去吧你 这一句话 一巴掌 一如十多年前的那般回忆一般 慕灵威 沈旭捂着脸 几乎是暴怒一声 做什么 我努力昂起下巴 装作毫不畏惧 沈太子爷尽管在喊大点声 引来了人 正好你也给大家解释解释 为什么作为这次颁奖典礼投资人之一的太子爷 不在现场 居然会出现在演员后台 看着我不负方才恐惧慌张的模样 他脸上这一巴掌给他的侮辱 于是又转身 朝着我抬起手 可偏偏在这时 休息室外的走廊上 似乎有人在焦急呼喊他的名字 没过一会儿 休息室的门便被敲响 紧接着便传来了那人焦急的声音 小沈总 舞台那边马上就到您上台颁奖了 主办方那边快拖不下去了 再不过去就来不及了 听到这句话 沈旭呼得一愣 他皱了皱眉头 转身拧开繁琐的门锁 打开了门 对着外面人不耐道 不是说不需要我上台颁奖吗 怎么和一开始说好的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 好像说是主办方那段说 眼看着沈旭急匆匆的跟着助理离开 我几乎是再也撑不住 腿一软摔倒在了地上 我不是不害怕 只是一直强撑着罢了 毕竟我知道 若是方才沈旭正要强迫我 我根本不会有半分还手的余地 就像他说的那样 现在的他 即便是动动手指都可以轻易捏锁 哪怕我事后去警局报警 告沈旭强奸 沈家也依旧有办法可以将沈旭保出来 说不准 还会倒打一耙 说是我故意勾引沈旭 碰此不成故意诬告 我此刻几乎是在浑身颤抖 已经不知道多久 没有这样无助过了 不知什么时候 我只觉得自己的头顶被一片阴影所笼罩 正要抬头查看此人是谁 可下一秒 一阵裹挟着谈目气息的冷香 便将我整个笼罩 我看了一眼 身上被披上的西装外套正愣一瞬 猛然抬头 瞧见的却只有一道早已远去的熟悉背影 西装外套上残留着的余温 似乎驱散了 方才笼罩着我的恐惧 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裹紧了身上的这件外套 如同十多年前一般 看着少年逐渐远去的背影 那颗早已沉寂的心跳 重新开始狂跳 四 那次颁奖典礼过后 我仿佛像是彻底消失在娱乐圈一般 再也没有了露脸的机会 公司无奈只能将我暂时血藏 公司自然不会再在一个注定没有出头之日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徐姐自然也被从我身边撤走 被安排到了别的一人身边 该赔的违约金赔完之后 我的手上已经没剩下了多少钱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在娱乐圈几年省吃俭用 好歹把当初欠的那些债全部还完了 现在要头疼的 恐怕只有妈妈住院治疗的费用 只能先打算着 将我现在住的这套小公寓卖掉 或许还能勉强再撑一撑 扎好妈妈最喜欢的白姐梗来到医院 我轻车熟路的找到了妈妈的病房 病房里 妈妈依旧躺在病床上安睡着 护工正在给她按摩身体 见我来她抬头 同我打了个招呼 便卖力的继续低头按摩起来 我没有打扰她 而是想着先把怀里抱着的花 放到床头的花瓶里插起来 可刚一转头 却瞧见原本应该空荡荡的花瓶里 插满了绿白胶织的结梗花 我目光顿时一凝 正巧护工已经做完了美烈的修护 我立刻问道 刘阿姨 这捧花是你买来放到这里的吗 我其实是想问 昨天是不是有人来过 可仔细想了想 我们家的人际关系 早就在十一年前孟家破产的时候 便断了一干二净了 除了我以外 还有谁回来医院看我妈 哦 这捧花呀 这是昨天一个男人拿过来的 那人看起来像是和你差不多大 说的也奇怪 他就坐在这坐了一会儿 啥话也没说 就走了 听到这些话我不由得一愣 脑袋里几乎是瞬间浮现出了一个身影 又赶忙问道 他有没有说自己姓什么 我的声音里带着几分 连我自己都没能察觉到的期待 只看着阿姨想了想 随后有些犹豫道 好像 他好像说 自己姓盛 哦对了 说着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一般 从床头的一个抽屉里面 掏出了一张小卡片 递给了我 他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张名片 还托我给你带一句话来着 什么话 他说 让你遇到难事 就给名片上的这个号码打电话 他一直都在的 我抬起手 接过阿姨递来的那张名片 简约的名片上 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和字样 只是简简单单的用小凯 印上了生销两个字 后面便是一串电话号码 居然没换 我看着那一串 几乎是熟悉到 不能再熟悉了一串数字 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 我独自失眠 看着手机上这串 倒背如流的电话号码 犹豫着要不要试着拨通 可11年过去了 这个存在 我手机里将近13年的电话 我一次也没有拨通过 今夜也是一样 从医院回来后 天已经黑了 我一个人靠在屋内阳台的飘窗上 月光洒在我裸露在空气中的皮肤上 像是给我披上一层薄纱 我仰头将高脚背中的红酒一眼而尽 低头盯着手机里的那串号码 下绿色的波通剑出神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圣骁 特别是在那个微博小号上 将近14年的暗恋日记曝光之后 没错 我从高中开始 暗恋了整整14年的人 根本不是什么金圈太子爷审序 而是那天在颁奖典礼后台 将西服外套 披在我身上的那男人 盛骁 即便是没有看到他的正脸 哪怕只是一个背影 我也已经能够将他一眼认出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颁奖典礼的后台 毕竟作为屡次拿下国际最佳导演 国内如今炙手可热的年轻导演的他 那时应该和一众获奖演员一起坐在现场 等着主持人宣布他所获得奖项 可他偏偏出现在了后台 时隔14年 又一次看到了我最狼狈的模样 我将脸埋进了自己的膝盖 想到了方才徐姐方才同我发的消息 作为如今国际上最受瞩目的大导演 归国筹拍的第一部影片 自然备受所有人的瞩目 到时候圈内几乎符合角色要求的演员 估计要为了他电影中的一个角色而挣破头 徐姐的意思是 让我去试一试 毕竟盛销这样国际大导 既不缺人脉也不缺钱 自然不会惧怕沈家的势力 若是真的能选中 哪怕只是一个配角 也足够我走出线下的困境了 但他不欠我什么的 即便他曾经是靠着沐家资助 才有机会摆脱他那令人窒息的原生家庭 有机会继续完成学业 可这说到底 不过只是沐家在偿还恩情 毕竟盛销曾经救过我 15岁那年 我意外落入公园的湖中 差一点就要被淹死的时候 是17岁的盛销 推开围观的人群 义无反顾的将我从湖里捞了起来 之后 不等我彻底清醒 又一身失漏漏的转身离去 我那时没能看见他的正脸 最后还是在爸妈的帮助下 才找到了盛销 私奔的妈 烂赌的爸 还有重病在床 需要治疗的妹妹 再加上成绩优异 勤工俭学的他 找到他时 他正在给一个仓库当着苦力 少年不算结实的瘦弱身体 扛着几箱半人高的货物 在酷暑的七月 他几乎汗如雨下 每走一步都是煎熬 我走下车 递给了他一瓶温水 和一块被冰水打湿过的手帕 他愣了愣 抬起疲惫的眼睛 看向我的那一瞬间 我说不出自己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或许是一个 从未感受过人间疾苦的大小姐 第一次看见底层穷人 为了生活所困的震撼 又或是心虚 可即便是类成这样 盛肖看着我的眼中依旧有光 那是一种对未来 对生活的期望 我那时不明白 明明日子已经过得足够苦难 为何盛肖的眼中依旧有光 我想要去了解他 长这么大 那还是我第一次这样 想要去了解一个人 于是我借口报恩 向他提出了资助 盛肖的第一个手机号 是我给他办的 我原以为这个手机号早就已经报废 可是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依旧还是在用这个号码 不知过了多久 我身边的红酒瓶已然见了底 眼前迷蒙之中 我感觉自己似乎有些酒意上涌 就是这样放任自己烂醉下去 还是最后拼上一把 我没有选择 哪怕是为了躺在病床上 还要治疗的妈妈 我也只能打消所有的顾虑 用力搏上一把 我最终那个电话 直到决定拨通的前一秒 我的心里甚至还在打着退堂鼓 想着或许他已经睡着不会接呢 可这个想法不过是刚刚爆出来 便被内痛几乎是瞬间接通的电话按下去了 没有想到电话会这么快便被接听 我一时间顿时有些慌乱 空气之中似乎只剩下寂静 我眼睁睁看着接通电话的秒数一点点增加 我甚至还未组织好自己的措辞 正想要不要先做个自我介绍时 却没想到电话那头先开了口 慕灵薇为什么不说话 那头的声音传来 带着几分慵懒的嘶哑 明显是方才才从睡梦之中苏醒 你怎么 我稍稍睁大眼睛 明显有些惊讶 并不是惊讶他居然能在睡着的情况下 还这么快的接起我的电话 而是他竟然知道电话这头的人是我 我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将心里自作多情的问题咽了下去 打消了想要套近乎的念头 深吸一口气 规规矩矩的朝他抱歉道 道歉圣道 这么晚了还打扰您 我听人说您这次回国是为了筹备自己的新电影 或许有些唐突 可是我还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一下您新电影里的角色 请问您可以给我一个面试的机会吗 说吧 我有些忐忑的等着对面人的回答 不知过了多久 久到我差点便以为圣骁已经挂断了电话 对面才终于有了回复 不行 圣骁回答的干脆 那一刻 心脏像是被狠狠揪起 我不甘心 又继续问道 我不奢求女主的角色 哪怕只是个配角 末了 我咬了咬牙 还不忘补上一句 圣骁 算我求你 不行 圣骁依旧拒绝的果断 声音里还带着几分无奈 所有的希望在这一刻彻底沉入谷底 是了 她一向公司分明 怎么会因为从前的那点勤奋 为我敞开后门呢 我用力敏起唇咽下喉咙中的哽咽 正要同她抱歉打扰到了她 便挂断电话 她却又开了口 穆凌威 你不适合我的电影 圣骁的声音 认真之中透着几分无奈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装作无视一般 说一声抱歉 可对不起三个字刚说出口 便被她打断 我看了你之前演的所有角色 看得出你很努力 但毕竟少了课班的训练 所以这次我并不打算用一些 现在所谓的流量演员 以你现在的演技 可能达不到我想要的标准 我也知道你现在的困境 所以你或许有一个另外的选择 我边听着 心里却是被她逐渐说出的 每一个字所震惊着 圣骁她看过我演的戏 她知道我现在的困境 这也就是说 她知道 你是不是看过我微博小号上的东西了 这一刻 我甚至连另一个选择都顾不上 方才的失落 已经被一种名为羞愧的情绪所取代 随着圣骁的一声事 我几乎想要立刻挂断电话 然后找个地洞钻进去 这算不算是 射死现场 我 我可以解释的 不过就是一些少女怀春的小心思 毕竟谁都有过青春期 脑补一些内容很正常 而且 我都已经好多年没有更过心了 都是一些往事 你别往心里去 不知为何 我越解释越心虚 是不是往事我心里最清楚 是不是还喜欢着电话那头的那个人 我的心里也最清楚 只不过是为了不要让她误会 睁着眼扯瞎话罢了 电话那头静密了一瞬 很快又传来一声轻笑 不用解释 我都明白 毕竟是情窦初开 我也曾经有过 不过 我倒是有一个困扰了很多年的问题 想要问你 什么 见她并没有太在意 我提起的心 才总算被放下 可只放下了一瞬 便又随着电话那头 男人问出的那个问题 再度提了起来 慕琳威 你为什么要这么晚 才多打电话 五 我忘记那晚 我是怎么挂断的电话 只记得自己当时无措着 久久没能开口回答 我当然知道 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质问 所以我不知道 自己应该怎么回答她 是同她卖餐 我说不出口 哪怕是穆家已经衰败了这么多年 我早已不是什么养尊处优的大小姐 可骨子里 我依旧还是有穆家大小姐的尊严 更何况 在我最困难的那个时候 即便是同她联系 圣骁一个靠着拿奖学金 才能在国外验书的学生 又能帮助我什么呢 我说了 她不欠我的 所以若飞现在是真的走投无路 我也不想欠她的 圣骁拒绝了 我想要面试她心细的请求 可好在她给了我另外一个选择 她将我推给了 她在国内唯一的一位好友 也是在国际上 刚刚打出名气的新人导演陈小生 我自然听过陈小生的大名 但不是她的影片 有多么出名的缘故 而是她的出身 对比起沈旭这个金圈太子爷 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若说沈旭家是有钱 那么陈小生背后的陈家 那可就是不只有钱 还有权 要说这种出身的人 一般都并不屑于网娱乐圈发展 可偏偏 这位陈小少爷大从小的梦想 就是想做一名导演 钱对她而言自然不是问题 现如今她唯一丑的事情 就是找不到合适 她新拍电影里的女主角 我看过陈小生这部新戏的剧本 不得不说 盛宵的眼睛 真的可以用很独两个字来形容 这个剧本里女主一角 同我的适配度很高 高到甚至让我怀疑 这个角色就是为我量身定制一半 以至于在我面试这个角色 说出第一句台词的一瞬间 陈小生便立刻拍板 将她新电影女主角的这一角色定了下来 之后似乎是看出了我的担忧 她大手一挥 对着我毫不在意保证道 你就是我心目中这部戏唯一的女主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我也绝对不会换角色 不过 我倒是很好奇一件事 还没等我道谢 她忽然话锋一转 看着我的眼里也带上几分银鱼 话说我跟盛宵认识这么久 还真没看到过她为了哪个女人 这么劳心劳神 先是大二那年不管不顾的跑回国 把一个流氓揍了个半死 然后又是偷偷给一个账户汇款 托我找关系 帮忙安排靠谱的经纪公司 快回国了 又是拉下脸给人送角色 还有这剧本 我说她怎么把她压箱底的剧本都给了我 嘖嘖嘖 真是用心不浅啊 听着陈小生说的这些话 我的脸一瞬间变得爆红 回想一下从前 我的确是听说过 在我差一点被侵犯后大概半年之后 那个侵犯我的男人在出狱后被人故意报复 打成了偏瘫 现在凶手都还没有找到 还有 也是在那个时候 在淘宝做示衣模特的我 莫名收到了来自经纪公司的试镜邀请 还有前不久的那个仙侠剧女儿的角色 原本一开始 我并没有打算过去争夺那个角色 毕竟说到底 这种大成本制作的仙侠剧 自然会选一些流量不错的明星演员 以我当时的咖位 恐怕面是一个女三都城问题 可偏偏就在选角的最后几天 那边剧组的选角导演 不知道从哪里拿到了许姐的联系方式 询问我是否有时间 能不能来试镜他们去的女儿一角 于是 拿到剧本的第二天 我就那样稀里糊涂的被带到了试镜现场 试完镜后 便被兴奋的导演当场定下了角色 当天便拍了定装照 仔细想想 当时在拍定装照时 导演还一边满意的看着我 一边因为深长的说了句 他还真是给我送来了一个好人 还有这部戏 这个剧本 这个角色 就像是为了玩量身定做的一般 过往一些微不可查的细节 仿佛在一点点连接呈现 我想起钢签鱼鱼 乐公司那一阵 账户里总是会莫名其妙多出一笔钱 我那时还一直傻傻的以为 这是公司发的公告费 可是仔细想一想 当时我刚刚签约公司 还是个彻头彻尾的新人小透明 能接到手的通告极少 哪里会有那么多的通告费用 还有那天在颁奖典礼的后台 审讯为什么又会被忽然安排了流程 按理说 这种重要的颁奖典礼 流程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变化才对 盛肖又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 出现在后台 有没有可能 这些我以为的巧合都不是巧合 所以 我这一路走过来 几乎每一步都有盛肖在帮我推波助澜 可他 为什么要为我做这些 难不成 是为了报答木家曾经对他的资助 还是说 他也和我一样 我的心 几乎是不可一致般砰砰直跳 那处原以为早已酷败的树木 对不知从哪处冒出的暖暖阳光照耀 炸开了一朵朵漂亮的花来 忽然 我有了一种冲动 想要给盛肖打电话的冲动 我想要问问他 为什么要帮我 为什么这样关注我 他是不是在补偿我 在可怜我 又或者 他是不是也像我喜欢他一样 也喜欢我 我拿出手机点 开了通讯录 看着那串号码 手指却又在即将按下拨通按钮的那一瞬间停了下来 还是算了 我咬紧了下唇 明明只要打通这通电话 我便能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可真的到了这一刻 我却又开始害怕 我害怕得到的真相并不如我所愿 既然如此 那便让我沉浸在这美梦中多一刻吧 六 电影的拍摄非常顺利 拍摄图中虽然有些小插曲 无非是陈旭得知我进了剧组后 又开始在网上大肆宣传我的黑料 想要给剧组施压 断掉我的后路 可偏偏 他这次算是踢到了铁板 陈小生一个电话 仅仅只是一个晚上 网络上关于我的负面通告 以及抹黑剧组的所有话题都被删得一干二净 带头诋毁的几个千万级粉丝的大V账号被封 听说 连带着陈旭个人名下的一些娱乐产业 也莫名接到了举报 被有关部门从里到外彻查了一遍 直接致使他损失了几百万的利润 我有些震惊于陈小生家的势力 忽然就有些好奇 陈小生究竟是多热爱这一行业 才放弃了陈家的继承权 就为了当一个导演 不过不得不说 陈小生的确是有点东西在身上 他拍摄时近乎苛刻的要求 造就了电影每一幕几乎是超一流的艺术审美 无论是从运镜 还是人物特写 他都刻画的极有意境 独具韵味 并且他总能找到演员身上最完美的角度 全方位呈现演员身上最独特的美 我看过他一点 他剪出来电影片段 他所拍摄出来的电影画面 几乎每一帧都是一幅极为漂亮的画 陈小生本人也对这部电影抱有极大的信心 以至于电影刚刚剪好 便被送去国际上的各大电影节参与评审 电影送审的当天 我接到了来自陈小生的电话 他先生同我聊了他 接下来电影的剧本 一个选一双女主剧本 随即便邀请我出席电影其中之一的女主一角 我欣然答应 临到快要挂电话时 他便又颇为神秘的捅我道 等着吧 我保证明年的最佳女主角提名里 会有你的名字 我原本只当他是在开一个玩笑 说了几句 近在电影上映的客套话后 便挂断了电话 毕竟 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我从没想过 我如今唯一希望的 就是这部电影能够帮我翻身 不需要大红大紫 哪怕就如从前来般 便已经满足 大概又过了半年 这部电影正式上映 一开始并没有掀起什么水花 毕竟文艺电影的受众并不太广 可随着这部电影 国外数个电影节最佳影片的提名传开 电影中几乎如同油画一般的艺术画面 被观影了影迷 配上各种氛围感音乐 发到了网上 观影人数逐渐增多 一时间好评如潮 我在电影最后一幕 红着眼睛 充斥着怀念与释怀 回望过去的一幕绝美镜头 也被无数网友称为真正的一眼万年 美神下凡 也竟是以这样爆火的方式 就同当初陈小生保证的那般一样 我真的获得了国内外电影节 最佳女主的提名 之后 更是接到了各种大牌杂志的封面 拍摄邀约和代言 从全网黑到几乎退圈的碰子女星 到如今爆红全网 我甚至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我居然真的翻身了 在参加颁奖典礼的前一天晚上 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伸手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 我打开了通讯录 翻到最底下 那个已经大半年没有联系过的人 思虑在三后 我鼓足勇气拨通了她的电话 电话拨通 三生都声后便被接通 电话那头传来男人 依旧慵懒慈性的声音 这么晚了 还不睡 她的声音带着一抹疲惫 却又含着笑意 我抿了抿唇 不自觉又开始心跳加速 装作平静一般回到 太激动 有点睡不着 你呢 这么晚了 还在忙 没有 盛肖打了哈欠 本来已经打算睡了 不过现在看 今晚应该睡不太好 为什么 我立刻问道 电话那头没有立刻回复 而是传来了一声低沉的轻笑 隔着手机 那声轻笑清楚的传入耳中 几乎是瞬间让人缩了半边身子 因为太开心 这算是什么理由 我的耳朵红到发烫 那抹汤衣逐渐蔓延到了脸颊 即便只是打着电话 我却有一种 此刻正同她面对面的不自在感觉 清了清嗓子 我有些犹豫问道 盛肖 明天颁奖典礼 你会来吗 你希望我来吗 嗯 我点了点头 我自然希望她来 无论明天我能不能摘下最佳女主的称号 我都希望她来 只是因为想见她 而已 既然这样 那我一定会去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觉得 她方才的声音里带上一缕缠绵 温柔的让人心动发慌 到了一句晚安 我急匆匆便挂断了电话 不因为别的 我只害怕再接着聊下去 今晚就真的睡不着了 七 金鹿奖 作为国内含金量最大的电影颁奖典礼 台面一项很大 从演员红毯开始 一直到颁奖典礼一共四小时 将会在央视电影频道 以及各大视频软件进行全程直播 颁奖典礼在晚上 可这并不妨碍录姐一大早便将我薅起来 全身从头到脚的做美容 做造型化妆 公司对我这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格外看重 就连礼服也是花了大价钱 借来的国外某个奢牌的新一级糕顶 一整套造型做下来 说差一点没能认出来我 同剧组一起走完红毯 便去了会场就坐 因着这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这次我的座位并不再像先前那般靠后 被带到自己的位置上 同身边几位从前合作过的演员 聊了一会天后 颁奖典礼正式开始 现场的氛围不算热闹 毕竟基本上所有被提名的演员 此刻都既期待又忐忑 终于到了最佳女主角的颁奖环节 大屏幕上开始轮番播放 这次融合提名的演员 及其在电影之中的精彩片段 从始至终 我几乎都秉息迎神 努力用笑容遮掩住我脸上的紧张 直到主持人念到我名字的那一刹那 大屏幕上赫然映出了我的脸 全场寂静一瞬 随即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一片 身边的女演员笑着向我祝贺 我有些恍惚的一一道谢 走上舞台接过奖杯的那一刻 我才意识到 我获奖了 对着话筒 我垂下眼眸抿了抿唇 被出了公司提前为我准备好的获奖感言 感谢了人民一个个从我的口中念出 念完后我顿了顿 视线却落到了坐在第二排 表情认真的令男人神上 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视线 他的嘴角浮现出一抹笑意 朝着我做了一个口形 恭喜 念完获奖感言后 台下又是一阵掌声雷动 我准备下台时 却被主持人拦住 他看着我表情带笑 可接下来问出口的问题 却是毫不客气 听闻今天你有一个暗恋了13年的人 如今就坐在台下 今天拿下最佳女主这奖项 有什么话想和他说吗 几乎是一瞬间 我便明白他这个问题的刻意刁难 毕竟 不会有哪个主持 会在颁奖典礼上 贸然问出这种近乎唐突的问题 审讯此刻就坐在台下 第一排的位置 摆着一副看好戏的神情 明显是想要在这个 我最重要的日子里看我出丑 此刻 不仅仅是他 台下一众演员 以及摄像机都齐刷刷对准了我 似乎都很好奇 我要如何应对 又或是盼望着我出丑 我竟然从主持人手中接过话筒 有些话 我原本是打算在颁奖典礼后说的 毕竟当初的那件事 自始至终 我都未曾在网上有过回应 既然气氛已经被轰托到了这 那我又为何不顺其自然呢 我的确 有些话想要对现场的一个人说 话落 现场发出了一阵起哄的声音 在场中人的眼睛 都齐刷刷落在了第一排的沈旭身上 似乎都认为 接下来我即将捧着影后的奖杯 朝沈旭告白 沈旭始终板着脸 可嘴角微微扬起的弧度 却已经暴露了他此刻的得意 或许 他也是这般想 不过 他属实是有些自作多情了 因为 我的眼神自始至终 都一直留在他的身后 再次同他四目相对的一瞬 我不再忍耐 深藏了十三年的爱意 在此刻如同潮水一般倾泻 我几乎是朝着他大喊道 盛骁 我喜欢你 不是秘密 气 那天的颁奖典礼结束后 我的名字又一次被顶上了热搜 我在台上对盛骁的告白 如同一记重锤一般 炸的众网友几乎是激动不已 所以 SX不是审序 而是盛骁 骗人的吧 这是想要洗白 故意找人来顶包 不是 说顶包的 没有看盛骁发的微博吧 这俩真是一个 藏的笔的身啊 磕得我大半夜在床上翻滚 盛骁的回应 似乎早已准备好一般 在颁奖典礼后 他的个人账号上 发布了一条 长达数千字的文章 这篇文章如同一个故事 从我们二人初见 他将落水的我就起开始 讲述我是如何一步步 进入他的生活 又是如何将他 从黑暗之中拉起 圣骁V 他如同一只蝴蝶 闪动着翅膀 降临在了我的世界 像我这般生于谷底的人 生来自卑 甚至连半分靠近 他的勇气都没有 我多希望他 不过只是短暂逗留 可哪怕只是眨眼的时间 我也甘心将我的真心供奉 只祈求他的目光 能在我身上多停留一瞬 文章下还有一张配图 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 19岁的圣骁露出了半张脸 而他的身后 17岁的 我正坐在书桌前 撑着脑袋 对着满桌的试卷打着瞌睡 而这张照片 做了圣骁11年的封面壁纸 自此 一年前我故意碰此 沈旭的谣言彻底澄清 陈小生甚至连夜 转发了圣骁的微博 并配言 磕了6年的CP 终于吸了 有人欢喜 有人忧 因着我和圣骁的澄清 当初沈旭 沈旭在采访上诋毁我的那段视频 又被网友们翻出来群嘲 甚至有知情网友 将当初沐家还没破产时 沈旭向我告白 却被我拒绝的事情报了出来 沈旭碍而不得 便毁掉的行为 瞬间便被网友们群嘲 不仅如此 不知是谁在这个时候 爆出了沈旭名下几个产业 涉嫌绑架 走私人口 沈旭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即便是沈家人如何花关系 想要将人捞出 可偏偏这次都无济于事 没过多久 警方便发出公告 证实沈旭名下产业多处涉黑 草菅人命 目无网法 连带着沈家名下企业也受到动荡 短短一月 股市近乎跌停 我自然知道 这一切都是出自谁的手笔 能够收集到沈旭罪证 并且让沈家也没有半分办法的人 除了陈小生还能用谁 这人情可不是免费的 别忘了答应我的 以后只要我有需要 你俩一个提供剧本 一个出演角色 你小赖账听到没有 陈小生撇了撇嘴 看着我俩的视线 带着几分嫌弃 知道的是你俩刚在一块 不知道的 以为你俩在一起十多年了 我先走了 不然再待下去 我估摸着要被你俩溺死 说吧 他做了个牙酸的表情 头也不回地溜走了 独留我和盛霄 两人食指紧扣 两人对视一眼 笑出声来 咱俩真有这么腻歪吗 我低头看了眼 同他食指紧扣的手指 朝他歪了歪头 盛霄握着我的手紧的紧 随即松开一把 搂住了我腰 将我抱进了怀里 别管他 他嫉妒 盛霄说着 将脑袋埋进了我的紧窝 人前向来冷漠的盛大导演 此刻如同一个小孩一般 搂着我撒娇 你都不知道 我期待这一幕 期待了多久 薇薇 你说 我现在是不是在做梦 不是的 我抬手搂住了他的腰 脑袋贴上他的脑袋 轻轻蹭了蹭 在他耳边轻声道 不是梦 盛霄 我爱你 这句话 本来应该在十年前 你出国的那一天 便打算同你讲 只可惜那天 我被耽误了 盛霄出国的那一天 我好不容易同学校请了假 准备赶到机场 同他告白 可偏偏也就是那天 沈旭将我拦在校门口 对我告白 离三群外三群的人将我围着 我挤不出去 眼看着时间 已经快要来不及 怒气之下 我才对着当时自我感觉良好的沈旭 动了手 赶到机场时 飞机早已经起飞 我只能遗憾回家 我想到没过多久 家中破产 这一错过 那句未说出口的告白 竟是等了十年 慕霖威这辈子 独爱圣骁 话落的那一刻 圣骁几乎是通红着眼睛 偏头吻了上来 突如其来的亲吻 如同暴风雨一般 让我几乎措手不及 心头猛的意志 我缓缓闭上眼睛 脑中一片空白 我不想思考 此刻一切动作都是遵循内心 本能的想要紧一些 再紧一些 仿佛这样 就能将我们逝去的那十年 重新抓回来 我的余生 全都是你 风暴也许会聚集 星辰也许会殒灭 时间穿流不息 我的爱勇不会熄灭 我们 还会有很多个十年 晚安